致盛招署長來幫我們交集中號 今天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整個活動的源起 大概是我們對尋洩的部分 台灣不只是在管理的機制上進一步 而且在整個操作上 在全世界大家都會看到台灣 在這個產業方面的鼓勵 所以這個產業要永續的話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保育的事情 在111年的時候 那個整個新的規定裡面 就是把暴卵母蟹不能抓的時間 把它延長 從我們明年開始的8月1號 一直到年底 後來有暴卵的玻璃 那會有把腹甲撕掉 所以我們在今年又修法 就是把這個腹甲規定不離身 所以用這樣的狀況 就是確保我們的暴卵母蟹 在這5個月裡面 漁民都不會去抓 然後讓它可以在海裡面去繁衍 讓資源能夠隨時來復育 好 我們來幫螃蟹進行打標 打標我們還可以做這個 標示放流的追蹤 打標我們用梯形標 打在它的後腳 因為它這邊剛好有一個肌肉 所以我們如果打在這邊 它的殼是脫殼的時候不會掉 可以保留住 航線它原本是在哪個剛好放的 後續它捕撈的位置是在哪邊 透過這樣的追蹤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是不是有一個回遊路徑 或者是它的產卵場可能會在哪邊 漁業署先帶頭來做這件事情 真的走了一大步 那就謝謝很多相關團體的幫忙 包括我們相關的基金會洞涉也好 包括我們漁會這邊 尤其是我漁民這邊的配合最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就會把這些群蟹 有抱軟的把它埋起來 然後明天早上就再去放流 讓它能夠持續再繁衍 那這種整個繁衍裡面 是需要長期的投入 那真的謝謝大家 今天做這件事情 明天做放流 這是代表我們在對海洋資源的 永續海洋生物的保育的部分 我們往前跨出了一大步 尋謝培育 尋謝培育 漁業永續 漁業永續 今天是有多短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